杨华吃醋闹脾气 秦师深情一吻 杨华瞬间不淡定了 杨华和秦师自从结婚后 为了给秦师幸福的生活 一向佛系躺平的杨华 开始了重回职场 随后在自己的努力 和好友菜量的帮助下 成功入职银行工作 而另一边的秦师 因为无非从中作梗 秦师不仅接不到案子 还被公司同事排挤 还好陶俊辉念旧情 给了秦师一个案子 最新预告中 秦师和陶俊辉在公司加班 因为陶俊辉的刁难 秦师工作累到睡在沙发上 陶俊辉看到十分心疼 连忙脱下衣服给他盖上 不料这一幕被来接秦师下班的杨华看到了 杨华醋意大发 差点和陶俊辉打起来 还好秦师及时醒来 回到家后 秦师这才说出了 陶俊辉在成与辉工作的事情 这让杨华疯狂吃醋 直接闹脾气不理秦师 不料秦师一把抱住杨华霸吻 直言最爱的人是你 杨华瞬间不淡定了 直接从小奶狗变成小狼狗 火速把秦师扛回房间 被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